米蘭! 誰說意大利球迷一定要支持整個耳隔 我只支持我的AC米蘭 歡迎收聽米蘭頻道 正面!正面! 回到第二節的米蘭頻道 主持不變我就不介紹 讀一些留言 不是的 有時候我們上次會多一兩個人 今集沒有 讀一些留言 Patrick C.F. Wong 這位球迷就說 對下季的期望 要二格排名 排在國組拉阿羅那前 即是二格盤軍 不是資深球迷 都不知道有沒有看米蘭 你是不是平時在家叫AC 看去吧!不要這樣叫吧! 另外還有一位 Carpowen 我同意 Carpowen說 其實球隊是需要時間適應的 前幾年換太多教練了 我同意的 還有現在球隊 我們不是很多人 大家遺忘了那批 每一年借出去 借回來收回來 又借出去那批 即是剛剛賣了阿索 卡特拉 卡特拉還沒買 卡特拉還沒買 新大陸 那不算是清分 前幾季才走的RR 其實江迪 有些還沒走 這些全部都是當年一季換一個教練的遺產 嗯嗯嗯嗯 這些死血我們到現在都稱不上 尤其是阿索和卡特拉 死血 關帝有些不同 他做比較慘 回來的時候是絕對的正選 前鋒敵 他這個是絕對的正選 就是這樣來的 傷了之後就完全是 這個就變成這個 後備 我覺得此消比獎的 即是你傷了 那剛好 你今季回來 那卡特拉上真的打得好 是啊 你不能說的 有些時候有些位 那我自己就覺得 這位球隊不是說得很好 我覺得是要時間的 因為我們如果繼續跳下去 一連一個教練這個場環 只會為球會更加多的死血 是的 你講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前幾年 我覺得是有些地方 哈哈哈哈 什麼事啊 不是 我還有 哈哈哈哈 你繼續繼續 三下爬 哈哈哈哈 有些地方我覺得是 是做得挺好的 這個是 我們在這個 我們在五條線上 各有一個是這個非賣品 五條線上 你的意思是說 很久之前 不是 這個都維持了幾年 直到他們的約滿 約滿的時候 就讓他們離開 我們現在也要設定 譬如說 哪幾個是這個非賣品 要圍繞著他 為主族 來建設這個球 其實我覺得現在 這個想法也挺明顯的 現在很明顯 卡職亞一定不會離開 理論上 Tomori Tomori 然後中場的話 是劇師 公中反應 可能真的還沒有 賓拿沙 我覺得難說 因為你 因為 賓拿沙現在說 是說 逐約 撕走 撕走 五千萬的 賣團條款 前線的時候 兩個加起來都70歲 那就不說了 其實我覺得是雙中堅 卡拉 Tho 其實是整條防線 都已經 定好了 定好了 但是唯獨是 正前鋒 和右翼 就是差一點 其實其他的主軸都在了 其實我覺得 現在的米蘭轉回的方針 有些少少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些少像 很多年前的日跡 什麼 J-Lead 我說笑 簡單來說 那時J-Lead剛剛崛起 他們沒有錢買人的 那他們的方針是什麼呢 我一年買一個 當打的球星 其他買過氣的老爺回來 哦 即是現在印尼斯達 費托 那些 為什麼我說有些少像 其實米蘭沒有錢的 現在 我今季其實 Tomori Bahim 東拿尼這批 其實就是用了錢的部分 我剩下的位置 我就簽了奴獎 然後 慢慢到他們退休的時候 我就逐個換 我覺得有些少像這個套路 好了 那說回 Denis 你打四隻吧 不要吵得那麼直 雙下爬是雙下爬 男人好狗 你看Philip這樣多好 多闊 我怕什麼雙下爬 說一下 說一下 先說一下 剛才 你戴口袖不是怕什麼 怕雙下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戴口袖的雙下爬 好像還出 我戴口袖子 我試玩 快速 正經一點 正經一點,做好這份 正經一點,其實剛才說的了 很有機會會以1200萬歐元去發放 不是主要競爭對手 因為你一說這個問題,我想起 這個預測,這個下年,發放的蝦覆就以這5000萬的價錢買給王馬 隨便吧,他很厲害,他可以賺到 講真的,他是滾鱗鱗士 你安早司華隊了,是否繼續 去了耐比石 不知道多少錢 我只可以說兩點 第一 我們4M買回來 如果真的出都沒什麼出過 別人都願意出1200萬 那就是證明別人看到的潛力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加價值 即是再轉會應該要怎樣脫水 我覺得人我們留不到的 錢都要多一點點 盡量啊 這些東西就 有20%幫我們買的 你撕一下腳也好 老實說 譬如Harrie Gay 他自己也不想離開 他自己也不想離開 反過來就好像Alvin剛剛說 他是不想離開 真的很可惜 但他真的不適合用 或者不適合教練主流的打法 你剛才那個項目出來 我出了他只有10場 4M買回來有人出1200萬 他肯定看見他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有potential 你先拿著手拿著飛到下面 即是有potential 哈哈哈哈 要不然你怎麼會 通常你一個人不出 是壓價的 除非那個人是當打 原來是天價的 我看的是他4到12這個位 他又未去到4到50 那麽多 即是他會不會是別人看到他的talent 但他的talent 還未足以令到AC文蘭 一個人圍著他來打 那怎會一下就去到40 就是這樣 別人是不肯 別人也是不肯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AC米蘭有沒有這樣的本錢 圍繞他去轉整套轉術 不是圍不圍繞他 他是一個可以 栽培的人 可靠的後備 首先一個可靠的後備 現在他剛剛那個 他不是一個可靠的後備 對於我們來說是 看數據他出來 真的追得和 不止一兩場 這個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他是做到事 好過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我們一群球女兒 看球 會敲個機出來 我好想換他出來 但如果你是沙律換C7出來 丟 換C7出來 即是我們是有這樣的反應 而C7真的做不到事 即是這個東西 是我們會看球 即是可能很多背後 也不知道 可能他真的吵了他的女兒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吵了他那句 但在我們看球的角度 是不合理的 我寧願你 你半價賣走C7 或者免費放C7 反正都免費放了這麼多人 你先說 那為什麼你不可以 真的給他一個機會 去找一個考驗機 或者 即他是一樣 別人看到一個好的東西 即是一樣 可惜的 C7那個位置 我有一點點想補充 其實 我自己覺得 不是不是 不想賣走C7 是沒有賣家 沒有人接受 沒有人接受 而還有今場約的時候 我不知道有多久 但是還有約的時候 米蘭未必會去release一個人 OK 呃 release一定不會 我反而覺得 不會 沒有人買的 你去Carol時候就知道 但是Carol時候的車子 不會告訴你 我不想去 你明白嗎 即是 我假設現在一個情況 假設 可能有隊西甲下游 想要C7 那你要C7肯去才行 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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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隊西維爾 想要C7 開他人工低 即是 他後面的東西 我們很多球迷 未必會看 也對 變相 一個賣不出 一個有賣家 兩個都後備的時候 我為什麼不賣呢 連有賣家都沒有聽過 你說哪個 即是有賣家 也沒有聽過 我們都看得去廢 人家其他球也都看得到 所以你不是說 人工或什麼問題 你放在Carol的時候 都沒有人按鍵 現在是 不是跟他爭吵架 對 所以就回歸那個問題 在炮利眼中 或者在馬電眼中 兩件貨 兩件現在都沒有ability 一個有%也沒有 一個拿回千二萬回來 一個就放在這裏 你拿不拿過千二萬回來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這個就真的是 兩個想法 如果你為成績 你一定要有一個 有實力一點 因為現在不是說 扔很多錢買 或者賺很多錢去買 即是千二萬 賺了八百萬 多不多 多不多 少不少 你當拿一年薪薪回來 哈哈哈哈 就是為了這樣想 為了這樣想 但問題是 你現在 你現在把自己 一個potential的主力 是一個前途的押注來的 除非你馬上跟我說 其實你八百萬 我立即第二天就 簽一個很厲害的回來 那我OK 那你OK 但問題是 現在是 我叫做Unknown 你把一個potential的押注 你買了出去 但是你筆錢 不知道要買什麼 可能你又買回來 差不多的 你買了一個東南利 你回來 上年東南利 你回來都不行 即是不是很OK 所以你究竟要穩定 並撥 我們不斷說要穩定 我們也說要穩定 但你就把一個穩定的東西 賣走了 將它取回一個 新的人 這是一個 是的 因為你不知道新的 你不是打機 因為打機 你買一個很厲害的人 一定有保證 但你不是打機 所以這件事是 我真的很不贊成買黑衣機 我這樣說 我們之前賣這個 綠克迪利 其他都是賣給這個 耳甲的 這個是賣去這個 德甲的 這個也比較好 你的意思是 即使它成長 都不用對抗它 即是它很強勁也好 它不是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 例如說 如果是這個妖雲 這個20M 要買它 不買 即是等於 我們剛剛走了龍門 一樣 我一直都說 你不去祖雲達斯 就算了 你問我的話 我是這樣想 你去法國的話 就算了 感情上 感情上 你不去祖雲達斯 就算了 OK 不要轉會費 就算了 你至上 希望有主要轉會費 還有不是去二甲球隊 對 即是二甲球隊 你和我是主要競爭對手 那我會 我起碼要對你兩場 對 至少我對你兩場 我心想 但是你想想 當拿走的 你走去PSG 我就真的 你老母 你走去 走雲達斯 我就老母 對著 對著 我跟兩場有什麼分別 有 力度問題 對 對 沒有那麼大力 說真的 都說要打的 這個混蛋 我自己對於當拿的交易 我覺得 其實他去哪 所有球會都OK 對於我來說 先不要阻人打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打的原因是 沒有轉會費 明白 我打的原因是 就是他混蛋 其實 或者澄清一點 很多球迷 其他球會的球迷 雖然那些 應該都不會聽我們節目的 哈哈 在那裡說 喂 逐天經地義 你們 你們出不起錢 別人轉去會 你又屌人 我心想 你每年 你每年 一次加人 你看你老闆 你屌不屌 不屌直接炒你 對 哈哈 再者 另一就是 足球為何會有轉會費 某程度上 當然是我們清份產品 由小到大 我們 不是我們 就是球會 培育了多少資源 這個數字 其實是沒得計的 為何會沒得計 球會放一樣多資源 的時候 不是粒粒種子都開花 這是一個機會 沒有球會給機會 你現在還在聽街球 你也不去幫球會 爭取轉會費 這些就是混蛋 他最該屌的地方 另外一樣就是 在半年前 已經開始說 校長說他是一個流行 逐約點 逐約點 嗯 最生氣的是什麼 他跑去跟他的經理人說 你不要跟我搞其他 我只是簽給斯米蘭 是啊 我要留在米蘭 其他事情你跟我搞定他 我要留在米蘭 最經過斯蒂文說 我要出去闖一下 屌 這裏又有另一個轉捏點 就是說 麥克的尼琳 但是他說 他自己的斯蒂文說 我要出去闖一下 我那些都是 門面的東西 大家都明白 是門面的東西 但被我周固到你 抗查敵 難道我簽了PSG 還說我最愛是 斯米蘭嗎 應該都會說 他跟他 你也不會 跟新人在一起 之後說你喜歡的X 對 這個比喻很好 你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你跟他說愛他 是否一樣 是嗎 錄影的 我老婆不看 我只是CAP那段給你 先記下時間 總之 其實他說出這件事 都是該屌 我要留在米蘭 你跟我搞定他 誰知道 他不肯加工給我不漏了 反過來 他不說前面那句 只說後面那句 你們都可能不會太生氣 我不說我是不是都要留在米蘭 我總之就安靜 轉會 然後說我要找新挑戰 你一開始就坦坦白說我要走 你一開始說走 你不要跟他說我要做 我要做 又或者你一開始就直接說 我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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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這個觀念 和大家可能都不是 講來聽的 他包括都是想留的 他這個目的是很明顯的 他有開聲講過想要雙倍人工嗎 這個 他一直都說是交給肥蝦搞 但他後來又要2千萬給肥蝦 自己有10 兩倍 2千萬的簽字費好像很早 只是給肥蝦 給肥蝦的佣金很久才知道 那邊相地 我自己覺得 你說是不是不忠呢 我覺得是的 所有的新聞都是講 馬電尼親自問他要不要熟悉 他說你和我這個經紀去挑 接著他托其他隊友去問他 都是說同一個話 跟他說 我不說這些 我記得他說什麼 就是完了二甲 拿了確保第二之後 開Party的人物 他也是這樣說 那時候 他以為他坐在那裡 就是覺得這個 我們都 這個 雙倍 絕對沒有問題 雙倍的人工 還有肥蝦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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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完全以為 這件事是會發生的 其實有另一個角度 就是曾經有報道說過 為何會由 逐變不逐 這個轉捩點 為何這麼急 是因為米蘭等不到 什麼意思呢 就是米蘭等不到 我怕你不逐 我都先買好麥克風 當然 然後當年老馬 有一天回到訓練場 為何你老媽 為何你在這裏 這樣就糟糕了 然後就發脾氣 就說不逐 就是有人是說 這個時間點上的問題 不是 反過來是 反過來是 他一直都拖 是啊 然後晚上不聽馬電電話 然後他 其實 怎樣說呢 他是一直都想留的 但誰知道 原來扭多兩下 屎乎花 馬電尼就不理你了 我就買了一隻麥克風回來 這樣 搞到他要 隔壁嗎 你想拗很多東西去留 你又不講清楚 你又經常說拖著拖著 或者被精靈搞定 什麼Q都好 又說到自己是很好人 然後 那些老闆都對著你 都不受理 我記得當時 有個消息說 拿二甲第二 慶公宴 馬電尼和 還有哪個 回辦公室外賣 吃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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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有沒有吸引兒子 唱法 哎呀 過期了 吃外賣 等他的消息 打給他 沒有 那晚 當日盧馬 抱著肥仔睡覺了 說真的 我是馬電尼 我也吊夠你 當時他自己是不知道 馬電尼對他 問他 這已經是一個最後通碟 他完全是不覺得有這個 沒有一個男人 會很清晰知道哪一句才是最後通碟 他有訊息 他有訊息 先錄下 十九分鐘 好 我的意思是說 一個玩出 玩大了 另外一個 不能說是老是非 社會經驗比較豐富 我不受理玩 你也可以這麼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玩 其實他心裡想 有一套事情想做 總之拘捕錢 一定是 他是很幸運 可能你現在想起 21歲的年輕人 不懂得怎麼面對 怎樣 一起跟那個經驗 押舊公司的錢 我們是不是又要打給你 不是啊 不是說什麼 譬如說 我公司水魚 押舊他的錢 押舊他的錢 夾舊 夾舊 說你有簽過約 我這麼厲害 都不簽我嗎 誰知 那時候他也有一個 那時候他有一個算盤 我覺得馬電尼算是打得好的 他就說他想拖到 打完歐錦賽 然後再有 最佳龍門的頭銜來談 那時候 那時候更糟糕 這是當日龍馬對自己有自信的表現 我覺得自己打完國際賽 我會升價 而事實也是 那事實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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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電尼不讓這件事發生 馬電尼不讓這件事發生 對 對 究竟是 究竟你自己的球員大一點 還是球會大一點 這件事是 即是大家要想一下 即是他對自己有自信是明白的 但我又想回馬電尼的角度去想 一定是從球會的角度出發 那一件事全部都是民宿 平時不說話走出來 平時只有馬球那班 米蘭傳奇馬球隊都出來說 對 所以沒有這件事是 死小孩玩大 起碼始終在外國的球迷我比較少接觸 起碼香港的球迷 米蘭的球迷 其實很少球迷會說 這件事我撐多了 很少 沒有了 還有他每兩年一次 對 對上次的燒球衣服是哪一年 退打細青還是歐青 對 那時候是燒球衣服 對 多拿 對 多拿 每兩年一次 每年一次 要不要煩 其實對於球會來說 分分鐘反過來 就是 其實我有錢 我交給你不是問題 但你很難煩 對 我這樣想 其實不是的 當然錢是其中一個問題 我自己的角度就是覺得 你有經理人 我要給你經理人賺 合理 20M太多 我是這樣想 20M 我夠我買其中一個 我夠我買兩個人 可以 可以 逐約 其實就是為了節省這個賣人 對 我就是為了節省那個轉換費 我現在是由我的球會 轉去我的球會 然後我給20M 這樣 整件事太昂糕了 還有人工雙倍 對 他這個是雙倍 我明白 所以其實當時一直說 家人工家人工 我自己覺得 8M 其實我接受 我接受 他要求是雙倍 但他要求是雙倍 但他要求是雙倍 真的太多 既然當人勞馬大家 各有定論 安安靜靜 跳去旁街的那個 誰呢 跳哥 拜拜 走走走 那個我真的攻擊旁街的 別人熱身 6比0 6球都關事 甚麼不是 4球 4球 4球都關事 現在 OK 跳你 他對甚麼 你知不知道 我特地剩下兩秒 給David展 糟了 雷了節目 你想想 他對甚麼 有賽 這個是後話 我意思是說 當安安龍馬 搞到滿城風雨的時候 大家對茶巷路股這個傳會 又怎樣看呢 我覺得這個表妹 真的挺有勇氣 金句 對 我同意 去年 上季他這樣表現 你有眼看 我們米蘭 今季歐錦泰哥 傳授槓是非常之低的 表現最好的就是當安龍馬 表現最差的就是他 我也覺得他 他只能踢兩場好球 之後就打5場 打5場 再看一場好球 之後又打10場 反過來 要重器 阿癡漢也很勇敢 明知有隊破產的 有沒有良出都不知道 對 兩邊都非常勇敢 阿癡漢也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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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癡漢也 你會給他一分鐘 跟他一起聊天 下面 抱歉 阿癡漢也很會 歸漢也很會 阿癡漢也很會 這樣 我現在是不管什麼忠誠 不管什麼 我只是看錢的 你米蘭 我現在賺250萬年薪 你出4M加 bonus給我 我不要 因為隔壁街出5M加 bonus 所以我在我的mindset裡面 我不管去哪裡 我只是看銀碼 我只是看銀碼 我不管你究竟國米好 祖雲達斯好 還是加拉塔沙雷也好 我去土耳其也好 我只是看銀碼 你給得起錢 我就過來 所以就變成 他喜歡 他講得這麼白 我還可以 我覺得你這樣欠小人 當然喜歡 你欠20% 你是要過去隔壁做郵測的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你剛才說路股要看錢 我不用搬屋 大哥 平心而論 你跟米蘭的訓練機 跟國米的訓練機 相差很遠 你也是在那裡的同一個市場 你嘗試他去南科里一拿 你坐三個鐘頭火車 還要沒有轉乘優惠 混蛋 我覺得路股走 首先我自己的力量是負負負責的 因為他不是一個清分 我好看清分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清分 第一 我沒有感覺 第二 他也不是很厲害 我主要看這件事 第三 我覺得他走銀馬是很大的原因 還有少許的原因是 米蘭的訓練不是一直接受不到他嗎 我不會說接受到看表現 這件事是看表現的 但問題是 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為什麼你們不喜歡我呢 很簡單 你來到那時候 我有期望你罰球 十球 起碼要入七球 你老美是 他們兩個進不了 MBA做不到 十球 七球 MBA做不到 P組也不行 十球 七球 現在好像只有美斯做到 十都不行 罰球 不是十二馬 不是MBA罰球 你試試看 或者這樣說 十球 有七球 中龍 我都覺得算不錯 不做人場就可以了 要不就飛機 要不就人場 要不就人場 要不就被個籠這樣 你被籠這樣 我都覺得 起碼會中龍 我入波也沒有 可能會入波 對 起碼可能那個籠會有彈嗎 沒有 誰要來老美 說起彈我會生氣 好之快樂 繼續 我自己的看法是 為什麼我會有剛才的說法 因為其實他去了國際米蘭之後 其實他在社交媒體高調了很多 他說這個很開心 回來米蘭 其實他一直都是 他的性格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覺得自己很有料 你們不接我 我就在旁邊加了威給你看 太威其實就沒有人 太威了 他的心態我們是 今年才第二 你們跟那條女人不太漂亮 突然間繩那條很漂亮 我就不斷鋪上枝 不斷鋪上枝 他也是有一間 我跟我老婆在一起之後 我也是鋪上枝 那是 我是不是穿十號 二十號 二十號 二十號是馬天尼斯 對 馬天尼斯 看一看是否有錢 我知道 看一看是否有錢 我想他不會走 國米買不買 我覺得錢這件事 不是 Number這件事是很厲害的 不會 對於老虎來說 不會動馬天尼斯 不會動 人家上季打到這樣 你跟我動 十號我走 但是現在傳說 阿仙奴買馬天尼斯 這麼有錢 阿仙奴 阿仙奴先打回歐聯 傳阿仙奴要買馬天尼斯 但我是馬天尼斯 我就不走 有歐聯還是沒有歐聯 其實馬天尼斯是去巴賽 阿仙奴 我們說要買誰 有誰來 但我們是阿仙奴的級數 不要這樣說 阿仙奴沒有歐洲賽 不要這樣說 不知道哪一季歐聯是贏過我們 歐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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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才被韋彼克中出 阿仙奴 他現在是中出我們 真的慘 我們也想 阿仙奴買馬天尼斯 我們也傳到的 伊斯高 現在是特色 是concrete的?是concrete的 現在是皇馬要賣 皇馬要籌期 不知買哪個 不知麥巴比還是夏蘭特那些 不知麥巴比還是夏蘭特那些 現在全世界都在追這兩個 跟著說的是我們 阿仙奴 再加上不記得哪個 如果能付出1800萬就能買到 這麼便宜? 賣了哪個?ECGO 就是ECGO 不,但ECGO 這個未必 很冷 不,我覺得ECGO未必對 你未必對 即是未必對我們聽你的意思 不,我覺得他不會行這個 這個削減 他的年薪要求 即是你的意思是駐美費我們會給到 人工 偏盡工 ECGO的位置應該是 如果以我們的配置 應該是 直接打工中 但是他的打法 應該沒有巴謙那麼侵略性 在進攻上 我們全部有很多人 還有夏美斯 夏美斯 夏美斯、諾迪古斯 有 譯名 有 諾迪古斯 那就不行 那個是RR 對 是否還有巴塞的高尖鳥 那個是FF的 那個是FF的 那個算了吧 其實 但Jim 你說先 Jim 這段事實在是挺值得 FF 因為現在說 歐爾頓說不要他 對 還有他有消息說 他肯犧牲人工的年薪要求 但我覺得這些真的是消息來的 消息來的 消息來的 我覺得一說到錢 新聞就變得不妥訊 我要說一句 我不介意減薪的 有多難 你真的來談的時候 我介不介意 減薪是減多少 通常這些 人工比較高的買難 是怎樣去處理的 就是跟他原有的球會 一起分攤 因為我們窮人 譬如說以前這個 我們乞丐 反映我們乞丐 幾次車底都是這樣的 譬如說 托利斯來買難的時候 車仔好像是給超過一半的工資 這麼誇張 車仔貼錢賣托利斯酒嗎 那時候租給我們 貼錢送他走 他們多錢 那就不要跟我介意 肌肉特約1M 媽媽 對不起 我身邊也有些車賣 但我也要吵你媽媽 我們又說一下車路士 今季其實我們很多傳媒跟車路士有關 首先杜莫利 買了 買了 我們沒有什麼港價的情況下 有港價 有港價 人家不收 人家不收 即是沒有 我們很乞丐地 以2900萬買回去 無論如何貴 其實以中堅市場來說 現在中堅市場來說 我們3000 以下買到一個Tamori 是很頑皮的 然後我們在 基奧特懸弱的情況下 我們很乞丐地拿了100萬來買回來 在懸弱的情況下 是懸弱的情況下 我們都肯給你 我們真的很乞丐 很符合合約的條款 去延伸他那張 單方面 是的 但他的藥是有國外球會面責的 這個我 不知道 其實我不知道 是否真的有 要免的 人家也是 是的 要免的 是要免的 總之 明白明白 你真的符合規矩地 伺服他那張藥 我就放稅 那我就放1N給你 我們都逐個約 買私華 但我們又不可以跟車仔 關係拉得太差 接下來還有一個蝕爵字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 他是每年都想回來買蘭 麻煩你 說名字吧 巴卡藥膏 是 他是每年都想回來買蘭 玩開迷語 自己都說不出 他自己忘記了名字 那麼迷底 自己都說不出 他自己都說不出 他自己都說不出 這個迷面 那個位置 我們太人滿了 是的 其實我覺得 如果給你們現在選擇 巴卡藥膏 現在不是太高的價錢 我想 1000多萬 10到15 我回來 說真的 我培養 我培養 普碧巴 普碧加 我會選清分 但是 其實看對尼斯那場 我真的不肯定 普碧加是否 踢到 基斯 賓拿沙 那個位置 其實能力槍是不夠的暫時 所以如果你說 可以便宜一點 收拾藥膏回來 我是可以的 但是十幾公斤 我不肯定 普碧加可能是第五選擇 嗯 這樣 但問題是 五個人欠兩個位 真是不能對你們 但接下來三線作戰 其實 你有踢歐聯 然後有非洲杯 還有最重要 非洲杯 這個真的是 未來的三線 和普碧加是三線 我們之前是踢到歐霸 對 我們也是普碧加三線 但你歐霸的那隻 是強度 不關事的 你的隊伍 你對著歐霸也好 你對著歐霸也好 其實是出全力的 不 你叫我對馬蘇哥 你不是那麼棄的 我覺得米蘭 打歐霸也不算 你只得歐霸分組賽 你確定出線 最後那兩三場 你可以棄的 不是 我始終覺得 我始終覺得米蘭 踢這個歐霸 始終歌手也不是那麼重 只不過你現在 你還要打歐霸 你還要打歐霸 你怎樣可以 或者會不會 調回我們今集一開始的主題 我們要對歐霸有多重視 就算有多重視 我現在的領隊的性格 我們會不會真的 B隊踢這場 A隊踢這場 絕對不會 所以你其實不需要五個玩 因為他是不是也是那個時候 你繼續打歐霸也是機師的 是啊 原來拍一個不知道什麼 唯中獎 只有意大利盃會出什麼 只有意大利盃會出普選 只有意大利盃會出普選 其實Alvin說的 你說這個非洲盃 我們這邊都少兩個 這個分拿撒和你 我們是整個中場給了人 兩個都 再加上豪美左閘 什麼時候 下年才有 一月 一月 其實一月最糟糕的是 一月是開始歐洲賽最有勁 最需要欠位的時候 什麼 你12月踢完分組賽 2月才踢 in case你有淘汰賽踢 你2月才踢淘汰賽 只不過我們說 我們整隊中場組合 都去了踢非洲盃 所以防中來說 五個人是ok的 如果以現在的配置 我不再加大家的高下去的話 一去到非洲盃的時候 我們的配置就是普碧加加東亞利 對 然後東亞利一上去就有官力加普碧加 但兩個都不是防中 但我不會用10毫升去 為了一個月 但是如果用10毫升的話 就可以不只用一個月 我同意買賣的高分 就是要看價錢 以及以黑衣買的人來說 10毫升去買一個 下年做到期的人 是絕對不會這樣做的 嗯 即是你以為米蘭會等到圓養 我們是二千黃 提早就算了 好像又續約了 又比車仔單方面續約到2023 那你也是兩年約而已 等得起 那你就要買到錢 是的 還有整個月糕來到米蘭 好像都是 車仔給了三分之一的工資 哈哈 那他自己買人買到這麼貴人 就不關我們事 英超都不在意 大哥 你沒這麼說 車仔之前 油王最出名的是什麼 買一堆半成品回來 然後等他們變成清分 然後全部都死了 嘩 都不是 人家炸車的清分 什麼皮亞桑那些 人家真的要靠今年的清分 拿到聯合軍 不是 去年用了兩億的 買了一個天武雲拿回來 但天武雲拿是副作用的 空龍炒飛機 我的意思是 其實車仔本身的轉匯方針 他是用一筆相對貴的價錢 去買一批幼苗回來 那批幼苗是說什麼 雲真高當年的那一堆 帕沙力 帕沙力那一堆 大哥 你搞爛了個市場 你現在跟我說 你人工要怎樣 搞爛了市場 也不是只有車仔 整個英超 整個英超也是 英超也是 英超是賺錢的 其實是 巴西洋高當年去車仔的時候 你無緣無故一個摩納高的中場 你變成了七百萬八百萬年新的 那不關我們事 你不可以用這個去操控 你不要像超級市場一樣 加完價接著減價 大哥 不過另外兩個 如果這個車仔 肯花大錢去買這個 買回路卡古回來 他不是 我們都減少少少 我們這個人工的負擔 送給黑衣串數 其實盧卡古現在談的 車仔的年薪是多少 不知道的 只是這樣轉會費 首先本身作為一個A-C-Man 昨天我很支持你 小小都找不到 我是難一點的 你真的不一定的 哈哈哈哈 我們國際賣人直接少了一個強力射手 對啊 差很遠 但是國際賣人也買了表帶回來 那不同的門級就 不同的門級就 不同的門級就 就是要上羅馬尿女去頂他 就是要上他 是被他這個屈死 真的 真的 他兩場都是羅馬尿女 是被他這個圓拜 什麼 硬在地上磨擦 哈哈哈哈 他真的不能打 其實 這些丟就比較我們叫做 大丹少少的丟 包括In-Out 大丟 其實我們也有一些沒有那麼 討論到那麼高的小丟 小丟包括了美利安 大家怎麼看這個新龍門呢 其實當拿羅馬前面那麼高 奉場拉得那麼高 美利安來到 你們會怎樣去期望 首先我自己作為一個長期看法國隊的球迷來講 你不是看波三嗎 不是我法國球迷來講 是巴黎時裝展 不是我巴黎時裝展 我喜歡看法國隊 繼續繼續 首先我們多了幾個法國佬 那就不怕這個病毒 因為這個 現在法國的教練 永遠不會選擇這個馬蘭的球員 首先我們每一次這個國家隊的訓練 集訓、比賽全部都要徵召 美利安來到之後 這個不怕這個 是不是 他不需要徵召 如果你以這個星座學的角度 是的 但是如果以實際的角度 其實美利安很大機會 會是下屆 如果沒有其他對手無出 就是諾里斯的接班人 會是諾里斯的接班人 會是諾里斯的接班人 因為其實說法國現在三個龍門 首先諾里斯 諾里斯其實也都不知35還是34 我不記得他幾十 老的了 三十幾 然後第二已經是拉奧娜 即是那個 艾利奧娜 艾利奧娜 他沒有什麼機會 不是他年紀已經不小 那個又年紀不小 那個又年紀不小 他有機會聽我的話 我聽我的話 我聽我的話 好 當然 最後其實是第三龍門已經去到美利安 他好像第二龍門 但是我們又要留意一件事 其實未去到小日杯之前 我們留不留得住美利安 我不想這麼巧 因為怎樣這樣說 其實美利安由里爾過來米蘭這個案件 是好像當勒奴馬由A.C.米蘭去PSGA的案件 他也是最後一季懸弱 都是留意 跟著過來 只不過有給保護費 不是保護費 全會廢 其實他也是一個野心大的球員 這樣就不想那麼多 你踢了頭十場的球 都是對不對路 說真的 他來到 其實我們現在 只是看了他半場有賽 對 因為這個龍門很簡單 以前印強的 有時候去一對球 不適合就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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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他幾十萬年都很糟糕 就是之前很厲害 所以我們看他會否適合 多於其他人 沒有想到後面 審慎一點點 你有這個當仔 做這個前人 想超越他 是難的 我會這樣看 當勒奴馬那時 這麼久以來 是很厲害 很多神救很多成 但是你現在換了人 我不能夠說 沒有比較 他沒有比較 那時候他這麼厲害 為什麼你還能夠找到 不行 不會 整件事很不公平 所以 希望他 發揮得到一個穩定的表現 希望我們覺得這樣穩陣 對 老實說 上一季我們看美濤灣的比賽 兩場 我們沒有贏過這個理議 我們兩場都是沒有贏過 那是因為我們足夠 我們不是沒有機會寫的 那你也知道我們的結尾有多好 另外帶出一個問題 就是去年的進攻 是有問題 是真的差的 對 今年現在 賽季完了之後 看了幾場有賽 尤其是剛剛對上一場對尼斯 那場有賽 你們八屌成才的 卡斯迪里赫就組成了一個做工 嘴你腦弟 嘴我斬了一場做工 嘴你腦弟 上場都可以啥 最好笑的是什麼 卡斯迪里赫剛剛斬的球球給基尾特 基尾特賽後一天就說 不如要試攜子 哈哈哈 他有一位長大的 但大家覺得接下來新一季米蘭 我們還有一個真的沒什麼人討論的 叫做巴勒托尼 其實是一隻左閘黑人 講一下這個球員 接下來的FW 他應該也有機會踢 蔡內佳儀 蔡內佳儀已經入圍了 問題是他能不能入到國家隊? 他有啊 他有份 因為他是新進國腳來的 如果他整天都踢不到球 教練都未必可以選擇 他是一個剛剛被教練看中了國家隊 但如果他沒有一個穩定的政策 其實這個巴勒托尼 看了他一場半場 他是一個低配版的Feo 就是有攻武手找人比他的左閘位 然後他就說爆你就爆你那一隻 剛剛看右賽也是他 他打法真的像Feo 蓋上去 速度型 其實我覺得未必是一個差的問題 還有實用性來說 我覺得他做未必是好過大陸 但問題是買亂 那時候說放大陸的價格也很高 沒有辦法了 你買不到就買不到 沒有就沒有了 我覺得 現在可能會再談 因為他也想再賣掉乾滴 其實我覺得乾滴打後備 其實我也覺得乾滴是值得放在留後備 但管理層應該也想賣掉 因為原本已經是買了 拍二馬這個自己不爭氣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不是球迷角度 球迷角度 我當然覺得乾滴打後備是好事 但管理層的角度 如果我真的有心留去 我不需要每個月都借出去 即去年就不會這樣扔掉 因為去年本身的配置 我們一開季 是沒有一個正常的後備右閘的 沒有一個正常後備左閘 總之四個集就差一個位 都不留去都借到 如果我是管理層 我要留去可以上櫃留去 那我明白你的意思 因為我的想法是 去年有達羅特 有卡多瑣 所以可以放走他 借到也好 買酒也好 無所謂 但今年也有巴如托與卡多瑣 但巴如托是左閘 我右閘也有卡多瑣 但是 但是可能你現在會以現況來比較 究竟Karuru做第一後備好還是乾迪做第一後備好呢 我覺得要看Karuru回來訓練的表現才能說到 因為現在看了這幾場有賽 乾迪的表現我覺得不算差 值得擺後備,值得做第一後備 還有最新消息是史帕斯亞想要觀禮 但是皮Sir未必會放走,看價錢吧 但是皮Sir對著我們是沒權的 他們說不是非賣品,可以談的 有機會走的 對米蘭來說這些走當然是走 問問他能否賣到C7 特價 其實以轉會來說 今季總結一點 其實很多人在說 米蘭乞丐,米蘭不用錢 不肯加薪給龍門 是不是米蘭真的沒有錢呢? 其實米蘭今年對於轉會的證資率很高 算是最好的那些 只不過是因為那塊錢 因為那個人 其實上季已經借回來 然後賣團 然後今年給予尾數 所以我不同意 其他隊的球員說米蘭今年沒有投入 至於你說下季開籌 打成怎樣 阿炮你還值不值得留 這個是我們隊內球員很想爭執的問題 我自己看就覺得給多點時間 給多點時間的情況下 我們就看看開季之後 我覺得投十場的關鍵 當你投十場都沒有 其實就都涼過水了 我說一下皮Sir 我說一下皮Sir 十場都交不到什麼成績出來 其實內部的反對聲音都應該開始大 米蘭頻道可能我們上幾個月沒有見 接下來就希望 希望見多點 都未講夠 時間所限 我們今集就大概到這裡 下一集應該就是下個月的 開季之後應該會見大家 我們下一集再談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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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